为什么英法能够那么快研制出核武器,都是因为自国的帮助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法国不到一周就向德国投降了,英国抵抗的时间虽然很长,但也因此损耗了很多精力。 战争结束的时候,这两个国家都已经破败不堪了,但是他们却在这种情况下,很快研制出了原子弹。 其实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原子弹的国家不是美国,而是德国。 德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很高,而且还拥有很多高科。 不过因为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,很多科学家全都逃去了国外,当时美国就收留了很多德国科学家。 由于美国的阻拦,德国最终没能够研究出原子弹。 德国战败后,其他国家都在索要赔款和土地,而美国却要走了一大批科学家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部分就逃到了英国和法,而且英法跟美国的关系比较好。 当时得到了一些广岛原子弹的碎片,美国还提供了一些帮助。 虽然一开始法国国内是抵制研制和武器的,但是等到苏联成功进行了核试验之后,这种声音也逐渐消失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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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